北约峰会期间乌克兰得到未来终将允许加入的承诺 俄罗斯表示这只会让冲突进一步加剧 并称西方国家的战车将会是俄军优先对付的目标 交给资深记者邱婉柔 从去年俄罗斯攻打了乌克兰之后 其实西方的很多国家是频频的给予军事援助来帮助乌克兰 那么截至现在统计有个数据 西方军援的累积已经达到了数十亿的美元 而乌克兰最近也获得了要即将可以加入北约的承诺 不过这也让俄罗斯的总统普京非常的着急 他直接表态说我是强烈反对的 而且这个举动是威胁俄罗斯的安全 西方军援乌克兰只会使冲突加剧 但是西方的国家有因为普京的话而停止手边的行动吗 其实并没有 我们来看到在法国其实他们也点头 要供应乌克兰的远程巡翼飞弹 这也让普京是再度回呛 那个是会造成军事损坏的 但不会有严重后果 不过他也发下好语说 外国制造的战车将会是俄罗斯军队优先对付目标 美方将向台湾买回退役飞弹 用来军援乌克兰再交给宛柔 现在来看到这张图片 这上面所搭载的武器是英式飞弹 不过这英式飞弹根据这相关资料 空军在111年度已经尾由中科院来骚毁 这总计有249枚的过期飞弹 那这个英式飞弹其实在我国服役可以说是非常久的 早期是透过美国的军援 后来是扩边升级成军售的方式来购入的 而且它服役年间其实已经从民国的54年到106年 时间非常的久 其中这个军援中发射了324枚 而它的拦截率有高达9成以上 不过这一次要销毁之后还是会保留一些功能 像这个搜寻雷达正会被保留 因为它在这个防空征搜 以及这个增加敌方干扰闪避难度 都还是非常有作用的 不过现在最新消息说 其实中科院不用把他们全部销毁了 因为美国现在有意要来购回 这个英式飞弹要拿来军援乌克兰 而我国的军方也私下证实说确实有这个消息 而且他们也认为说这个东西具外交意义 也可以省下这个销毁的处理费用 可以说可以营造一个多营的局面 那么美方够回这个军援的案例 其实除了这个军式飞弹 英式飞弹之外 过去也有过 像在民国62年的时候 美方本来是军援我国 这个F5AB的战机 不过当时因为越战期间 所以他们紧急调回了一些来 转阵给这个越南共和国 另外他们也曾经够回 这个日本的拖翼MH-531的飞机 然后把他的零件给拆卸下来 还有瑞士的F5E以及F5战机 都也有这样的经历 乌克兰加入北约会有变数吗 传出泽伦斯基一篇的发文 惹怒了美国 怎么回事呢 再交给宛柔 我们知道乌克兰其实一直非常希望 可以尽速加入北约这个组织 那么最新的讯息是 北约现在也同意他的加入 不过时间表未定 但就是因为时间表未定 也让乌克兰的总统 泽伦斯基非常的不满意 他就在推特上面推文了 他说邀请乌克兰加盟的时间表 没有设定这根本是前所未有荒谬 而且就此同时 对于邀请也有交这所谓的附带条件 含糊其词 他认为是非常不妥的 不过这篇推文听说外传是引发了 美国总统拜登非常的不满意 根据外媒华邮的报道 他说推文让美国的代表团暴怒 所以他们考虑要对基辅的加盟邀请 要有所缩减的 那么当然除了美国现在 已经有点不高兴 普清俄罗斯总统 其实对于乌克兰要加入北约 这个组织也是高举反对大旗的 他就说乌克兰可能加入北约 会对俄罗斯构成新的威胁 我保证加入北约 不会让乌克兰更安全 该怎么办 普清甚至抛出说 在可以接受保障俄罗斯的条件前提下 和基辅协商 可以保全双方国安的替代方案 还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拿起手机 扫描旁边的QR Code 加入TVBS新闻APP 更多的及时讯息 带你一手掌握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